感觉肚子痛 我看到一团东西从天上充气下来 充电的时刻 本来充气要用很长时间的 今天试验的时候把一年或者几年的能量都充过来了 所以有点闷了 好像肚子有点口伤的感觉 把几年的能量去充电 一天就都送过来了 测试过程了 所以有点烤骨头了 有点烤骨头的感觉 有点烤骨头的感觉 是这么一回事 告诉我 平时能量不会用量多了 因为这一次测试 测试的时候 测试的时候 能量过了头了 好 今天是没有吃饭的第三天 另外一个这边的温度是华氏八十度 平时到了七十五度 一般要开空调七十六度 如果七十八度感觉很热了 这两天我感觉耐热性好了 我八十度一点感觉都没有 好像耐热了 也许到了冬天也耐寒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变更正常了 以前小时候 从小生病 好像没有过过正常的生活 在一个自从被关押以后 就看出来以后 就是大悲自助度 反正要想出门 就要上自助 要想出门就要上自助 这两天一下子 这个问题没了 因为我没吃东西 原来人家叫我说 我说出去旅游之类的 一个当然有领牌信息进来 我没法出去 另外一个很麻烦 到旅游店找次数 我就太麻烦了 所以我就不愿意出去 现在好像那个 上次数的问题也解决了 吃饭可以不吃了 好像我的活动空间大了 再看看情况 假论说别吃 我到身上 你也可以生活了 因为我吃饭不愁 然后上次数也不愁 我只要带一个 能够领牌的示范就可以了 你现在是出不了门了 好 再见